我叫巴峰杰 是空军西安飞行学院的一名飞行教员 2023年是我在蓝天讲台指教的第三年 看着厨英们顺利成长毕业 成为翱翔蓝天的雄英 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使我相信 成为一名飞行教员是人生中最无悔的选择 这一年我第一次完成了对飞行学员 从地面准备到毕业考核的全流程代教 飞行训练中我细致掌握每一名飞行员的情况 力争让他们在院校阶段就把技战术基础练扎实 确保飞一架次就有一架次的效应 记得今年4月的一次训练中 返航途中机场上空凸起沙暴 能见度骤降 新员一下就慌了身 下意识的我准备介入操纵 但在分析特勤形式之后 我认为这是一次学习空中特勤处置绝佳的实战课堂 因此我稳住飞机姿态 并引导心员调整心态 不断校正偏差 收容门调整方向 对好点 放散 最终飞机得以安全着陆 这一年更是加纲碎火的一年 在与兄弟单位的演习演练中 我带领任务分队团结协作 并肩作战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任务结束后 我将在演习中运用的战术战法 交授给学员们 并在实际训练中 突击检验他们的掌握情况 一开始 学员们被这种国安套路出牌的操作 打得措手不及 但经过不断的学习训练 在后续的飞行训练中 他们便能够做到 马上规避 摆脱 甚至是反咬 简直是形成了基础计一般 基站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真正做到了迅为战 炼为战 在学员们毕业离开的那一天 我心中既有对战友 兄弟的不舍 更有对他们奔赴未来 建功蓝天的期盼 人民的期望 我们的航向 作为飞行教员 我将不负祖国与人民的重托 高质量 严要求的培养飞行学员 与他们共同守护祖国的蓝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